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高油价 高通胀的时代 现在的汽油从6块多 很快会涨到7块 8块 9块 10块一个Garden 所以呢 物价是拼命的飞涨 特别是建筑材料 这两年 那个屋顶的材料 涨了50%以上 而且每个月的价钱 现在都在变化 那么很多华人呢 都喜欢投资房地产 房子不管是你自己住也好 出租也好 屋顶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选择 屋顶更换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它的性价比 不能够说随便去找一家 就是因为它价钱便宜 然后去做 因为如果你经常的 过几年换一只屋顶 或者经常花钱去修理的话 那是一件很大的费用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屋顶 一次把它做好的话 那你可以几十年 就不用再在这方面 再去投资任何的钱了 所以屋顶公司虽然很多 倒闭率呢 非常高 96%的屋顶公司 是开不了五年的 这个是根据 完全是那个统计的数字 还有一个呢 就是很多屋顶公司 根本就没有按照厂家的规定来做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步骤 做你看上去 外面看看差不多 用了同样的瓦片 然后下面的步骤 是完全不一样 没有达到那个厂家的标准 所以只有2%的屋顶公司 是被厂家certified的 就是说被它认证的 所以Western屋顶公司 在这一行连续开了31年 不光是有各方面的保险 最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做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按照厂家的要求来做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提供客人 除了一个标准的一个担保以外的 就是厂家在背后 给我们支撑的一个延长的一个担保 那人工的担保最长可以到25年 所以你这样的投资的话呢 就是可以达到最高的性价比 同时我们在选择屋顶的时候 不光是选择一个就是外表 还要看到它的那个形状啊 它的颜色啊 对吧 它的耐用度啊 还有一个 你是不是可以在屋顶上面走路 各方面的这些考虑 还要考虑到它的重量 因为不是每个屋顶都可以承受 那么重的那个材料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考虑到那个通胀的那个成本 所以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个 安装太阳能来同时跟屋顶一起做 所以现在有那个新型的太阳能的屋顶 它就是这个屋顶本身就可以发电的 不是像以前那种传统的 你屋顶做好以后 在上面再去装太阳能板 这样会造成一个漏水的情况 像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屋顶本身就可以发电的话 那修理也很方便 而且使用寿命又特别的长 再一个就是你可以利用到 那个政府退税的那个优惠 就是26%的那个 这一点呢 它是政府就是提供的一个标准 所以你在做屋顶的时候 同时考虑到有太阳能这方面的需求 这样你长久来说可以省掉很多的钱 在安装了以后呢 虽然看起来总价上面比普通的屋顶贵一点 可是它等于是包了你25年的电费了 所以你的回报率是很快的 你也可以做到零投资 每个月的付费 你就用省下来的电费 来付这个分期付款 还有钱多出来 同时还可以收到一笔退税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同时又可以起到保护环境 这样好的事情 所以在做屋顶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个考虑 还有些客人呢 他就是手上没有很多钱 他说 那我今年先把它修一修 等到明年有钱了再去做 可是你要知道 你今年去修 也不一定能够把一个很破旧的屋顶的漏水 或者问题完全解决了 那到了雨季的时候 它还是可能也会漏水 还有一个到了明年的话 那个屋顶价修就更贵了 那你不如就是利用我们这个 就是零利息一年当中 比方说免利息的那种 那种program 对吧 那你可以先换了屋顶 然后到明年 等你比方说你股票 有收益了 或者有一笔钱进来以后 你再把那个 就是那个屋顶的钱付掉 这个也是一种选择 所以我们Western屋顶公司 就是根据每个客人的情况 我们就会提供各方面的服务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是提供免费的估价 如果你对屋顶这方面 有着需求的话 请随时跟我们联系 那么我们可以来上门 或者是电话咨询的方式 来给你提供免费的估价 屋顶公司 玩去最佳老牌屋顶公司 或钻石认证 或2016Angers List超级服务认证 25年经验 价格最平 各类屋顶大小工程免费估价